第八十七集 楚元长听了 低头想了想 感到李善长的话 说的有道理 便说道 到时候 我再派人去查一查 李善长说 我正好有个亲戚在高游 昨天刚随我来到京城 我想起问了 汪广阳 其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 尽管做了丞相 还给母亲垂背 楚元长听了 心里汉不是自尔 这个杨县 真恨不得再杀他一回 皇上 逆臣杨县扶朱 皇上不要去为他生气 只是人才难得 汪广阳 其实是做丞相的好材料 哦 那汪广阳 可以马上召回来 做个左丞相 只是 还是要再来一个人 左右丞相 善长啊 你看什么人 更为适合呀 这正是李善长 期盼了许久的问话 但他还是不忙 立即回答 似乎是思考了很久 才欢欢地说 皇上 我看 还是只有 胡为庸 朱元璋的目光 完全照着李善长 使得本来从容不迫的 他有些慌乱 动了动嘴皮 像是在 想解释什么 朱元璋 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都是亲家了 而且 你都是果证 我还信不过你吗 就这样 王广阳回来 为右丞相 参政胡为庸 为左丞相 李善长要办的事 终于办成了 他轻轻地 输了一口气 可是 他做梦也没想到 正是他推荐的 或者说 朱元璋任用的 这两个丞相 最后 使他走上了 不能善终的路 仿佛从天边 传来了英雄的声息 这位英雄 仿佛在说 最厚重的沉痛 莫过于 英雄 残死于他自己 的人手里 悲哉 壮哉 壮哉 令人恶万长叹 为何就不去 与之相伯 而只能冤屈地去死 我只能如此 刘伯温第二次罢官回乡 心里还是非常平和 每天里啊 早早起来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沿着屋后两旁 都是竹林的小道 随心所欲地 走上一刻钟 竹子还是他年轻的时候 亲手栽的 如今呢 已经是蔓延好几里地了 那遗忘的翠绿 刘伯温非常喜欢 那竹子 独有的高洁的韵味 更令刘伯温所赞赏 他常常地会一边散步 一边注视着 某一株破土而出的竹笋 仔细地观察他 看看较前一天 有什么变化 有的时候 他也会抬头仰望着 竹子上的一只小巧玲珑 而又非常美丽的翠鸟 可笑地学着他 那翠鸣 一切都是那么的悠闲自在 一切都是这么的 安详和谐 新日的军师 安邦的功臣 如今 同那些普普通通的乡间老人一样 静静地享受着自己淡薄的乡间生活 话说这一天 刚从乌后的竹林里散步出来 刘运等几个好友来邀请他 去小镇子上逛了逛 刘伯温感觉精神很好 这一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 抱着了解一下久违民情的意愿 刘伯温点头答应着 这小镇啊 名叫潭阳 地盘虽然不大 因为地处周围几郡的交界处 非常热闹 这是一个严贩子聚集的好场所 小镇子离刘伯温的家虽然很近 只是因为刘伯温 走南闯北 跑遍了差不多整个中国 什么名胜风景啊 大山大河 他都曾经一一地游览过 对近在咫尺的小镇子 却有很多年也没有光顾呢 刘伯温与三五好友 刚进小镇便感受到小镇的繁华 讨价还价里 车来人往 很多的盐商 不断地将大包小包的食盐推进拉出 买的卖的都忙着将这些食盐 送到自己想送的地方 在往里走 突然听见大声的吵架 接着便见到有两个汉子打起来 然后是有人帮忙 接着使更多的人帮忙 这一时间啊 酿成了较大的泄斗 如同一场小小的战争 刘伯温与三五好友 被推来的人 差点击倒在地上了 他们只好赶紧退出小镇 社会秩序混乱 老百姓怎么能安心做生意呢 刘伯温这么想着 心里啊就很着急 曾经亲历元朝灭亡 明朝兴亡的整个过程的刘伯温 甚至小乱会酿成大乱 一处地方治安不好 会影响多处地方的治安失控 再加上 刘伯温还知道 这小镇子檀阳 从元朝以来啊 就是个严道聚集的地方 管理得好了 不仅能保地方平安 国家还能多收一些银两 于是 论天下安危一形余色的刘伯温 再也坐不住了 从小镇子上回来 又通过一番详细考察以后 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千多字的折子 请奏朝廷 在檀阳设立寻检司 既可使国家增加税收 又可保地方稳定平安 但是 他的好友 刘运 知道此事以后 劝他说 而今 在朝廷主治的胡伟雍汪广阳 可都对你不满啊 你啊 不如就待在家里 过自己快乐日子 不去管那些钱事 刘伯温听了 沉思许久 最后他还是将折子 交给儿子刘连 让他赶往京城 直接送给朱元璋 刘伯温万万没想到 掌管中书省的胡伟雍 知道了此事 竟然会非常愤怒 这个刘伯温 还这样看不起我 胡伟雍愤愤地想着 顿时萌发了再好好的 整一整刘伯温的念头 为了谋求一个万全之策 胡伟雍特意去了 李善长的家 李善长离了丞相任以后 虽然说呀 有的时候还要去到金陵 走一走 但是比起往日 却清闲了许多 轰轰烈烈地办完 儿子的婚事 又解决了阳线 还扶起来胡伟雍 心里非常得意 这胡伟雍似乎很讲义气 上任又丞相之后 尽管公务特忙 但是呢 还会忙里抽出时间 到李善长那地方走一走 有一次啊 胡伟雍又来看望李善长 刚好李善长的弟弟 李存毅的儿子 李又也在 从李善长对李又的态度来看 胡伟雍感到李善长很喜欢李又 于是心思一动 提出要把自己女儿胡九红 嫁给李又 李善长挺了满心欢喜 好事一拍即成 几个月以后 李善长与胡伟雍便成了亲家 有了这一层亲戚关系 李善长对胡伟雍更加信任 便将自己的救赎物 都介绍给胡伟雍 一时间 胡伟雍感到做事顺手了许多呀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家 胡伟雍又是李善长的亲戚 这一下子大臣与皇上的关系 近了许多呀 当然 胡伟雍的胆子 也是大了许多 就在这时候 在胡伟雍手下做事的 刘伯温的儿子刘脸 替父亲上了个折子 到了李善长家 胡伟雍客客气气地对李善长说 我近日来是有一件关于刘伯温的事情 向请教丞相 看到李善长在认真地听 他就把刘伯温的儿子刘脸 替他父亲直接向周元璋上折子的事情说了一遍 最后非常气愤地说 原来他刘伯温 依仗自己是元老功勋 在皇上面前就一再说我会话 我都忍了 可是现如今 他还是这样目中无人 真是适可忍输不可忍 李善长说道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性格使然 如今他回到乡里 年事又高 我看不能再给我们添乱子 所以我想我们多一事 还不如少一事 承想是说这事就算了 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记住了吗 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 胡卫庸毕竟年轻许多 也是坚持自己看法 那刘伯温虽然居乡里 皇上还是有事请教 常常召见 更有甚者 徐达等一干将帅 对他刘伯温佩服有加 对我们却不怎么看得起 胡卫庸的最后一句话 李善长听到了心里 啊 这 情况 确实如此 那些将帅 特别是徐达 对我从来都不搭理 对刘伯温倒是言听计从 这对你我来说呀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胡卫庸见李善长被自己说服了 非常的高兴 只把眼睛期盼地望着李善长 那目光分明地在说 还请你给我想一个好办法 李善长都懂了他的意思 好吧 我就帮你想个法子 要靠刘伯温 得找个很好的理由 不能说 他让儿子直接将折子交给皇上 而看不起你 这不但没用 反而会让皇上责怪你 是啊 这事我也是这么想的 刘伯温虽然被皇上赶回乡下 但在皇上的心中 分量还是很重的 皇上不可能就因为 刘伯温不把折子直接交给我 就治刘伯温的罪 你看到这一点很好 现在啊 要想再整一整刘伯温 就一定要找到一件 他对皇上有什么威胁 或者是什么不利的事情 可是 他刘伯温从不长兵权 能对皇上有什么威胁 现在刘伯温又告老还乡 听说 他在青田 从来不与官府往来 连县令想见他一面 都被回绝了 若告他贪赃王法 结党营私 更没凭据 不可能让皇上相信 可是 你应该清楚 刘伯温精通占卜数数 占地官相是他的专长 胡威庸听了 大火不解地望着李山长 那目光分明在问 那是他可能会有什么 自己的檜下 我认为你